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今天是2月26號禮拜一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今天繼續談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整個指數呢 從新春開紅盤之後休息一天 然後連續這四個交易日 有三天都是反彈的 那為什麼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持續再往上攻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禮拜五的時候呢 美國股市大漲 那美股為什麼大漲 因為聯準會這次的會議裡面 沒有看到那個快速升息的一些字眼 造成美國股市往上攻 那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當然關鍵點 我們還是要從美股裡面來看 那美股這一波 它的升息危機解除了嗎 那各位我們仔細來看有幾個因素 先把它釐清楚之後 你才知道說啊 這個牌你該怎麼去操作 我記得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我有跟各位說過 美股的強弱的關鍵點 有三大因素 第一個是油價 第二個是美國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第三個是美元 那這三個要點都跟通膨有關 那也跟是不是會升息 或者是升息的次數 它是有關係的 所以呢美股能不能續強 它會牽動到整個台北股市 能不能持續再往上攻 那美國股市能不能續強的關鍵呢 就在這三個要點 所以我們就從這三個點來做說明 第一個要點我們就先看 因為美國這次的聯準會的會議紀錄呢 他並沒有說會後面會直接快速的升息 我是認為啦 那這應該是聯準會在換人之際啊 這地方呢有一些言論還沒有出來 所以呢 當美國沒有出現快速升息的情況之下 原本美國公債殖利率 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呢 飆到2.9多了 那漲多之後呢 禮拜五的時候 他漲多出現壓回 出現壓回 所以呢讓美股繼續往上攻 但是我說過啊 這地方呢 美國股市會不會漲 除了公債的一個問題之外 還有一些因素在 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油價 如果油價持續上漲 它會造成原物料的一個價格上揚 那這地方會有一些通膨的疑慮在 所以呢你仔細來看 如果說我們把倫敦布蘭特原油的一個走勢 來看的話 上禮拜跟各位講的時候呢 大概是在65塊多 那可是呢 當美國的10年級公債漲多壓回的時候 投資沒有 布蘭特原油 禮拜五的時候呢 繼續再往上攻 繼續再往上攻 已經來到66 67塊左右了 所以呢今天去加油 都漲價了 都要多付一點成本出來 但是如果說這個油價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當它造成原物料的一個價格去上揚的時候 那美國的通膨壓力就會加重 所以呢 如果說從原油的價格來看 它是上漲的 好 那第三個因素是什麼 第三個因素是什麼 就是我們跟大家講的 那張紙呢 我看一下 在這裡好 各位仔細來看 第三個呢 因素就是美元對不對 我們就從美元的走勢來看 你會發現到 美元在這一波的走勢到目前為止 還一直守在月線之上 所以它的多方沒有改變 所以從這三個因素裡面來看 10年齊公債殖利率 漲多稍微壓回 我覺得整理一下合理 那第二個因素呢 油價它是上漲的 這一漲一跌 那美元呢 目前大概持平 維持在月線之上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幾個角度裡面來看 美國聯準會的升息的時間點 在3月22號 照理說第一次的升息 不會變 不會變 那後續是三次還是四次 就要看 未來的油價是不是持續上漲 還有美國公債殖利率呢 會不會再持續的突破往上 突破3之後再往上攻 所以呢如果說 從這三大因素來看 美國的那個升息的危機呢 並沒有解除 並沒有解除 這就像我在農曆年前 我跟大家講過 這個盤要怎麼去看 因為呢未來美國升息的次數太多次了 不是太多 就是說開會的時間太多次了 那這個地方呢 有的時候一下要升息一下不升息 有的時候呢就會受到聯準會的一些言論的干擾 好一下漲一下跌 一下漲一下跌 好那各位 這個盤是不是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說的 你就把它看作區間盤局 區間盤局 那區間盤局的操作策略呢 就是漲的時候不要拼命去追啦 那這地方的操作策略跟個股的操作呢 最好去掌握什麼 一些比較低檔的型的股票 你就不會有追高的疑慮 我舉個例子來說啦 台北股市今天的走勢是在上高沒錯 可是呢是不是來到月線之後 今天是不是開始有流點上影線出來 對不對 好那你仔細來看喔 亞洲市場也是一樣啊 南岸中和指數來到月線開高走低 那今天很多亞洲股市呢 幾乎是碰月線都下來 碰月線就下來 所以目前月線的壓力他還在 那如果以這個盤裡面來看 如果你看到漲啊你拼命去追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到 將近這一個禮拜的時間呢 有一些股票啊 就是我說一些比較高位置的個股 他幾乎不動 不動之外呢 如果盤是稍微有震盪的話 反而會做頭出現起跌 這些股票要注意不要去追 比方說5483中美金 你有沒有發現到 台股在談啊 問題是他談不上去啊 比方說2327的國巨有沒有 前兩天利多談一下 結果又跌打下來 同樣是被動元件 3026的合申堂 今天還創近期以來的低點 有沒有 比方說6488的環球金 到目前為止也是走區間 所以這些高位階形態的股票 你一定要先避開 但是呢 不代表說沒有股票會動啊 那什麼樣的個股會動 各位 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今年的操作 你就把它看作一個區間盤 區間盤 漲的時候就不要去亂追高 趁反彈起來高點的時候 你先稍微調節一下 那有壓低的時候呢 再去掌握低位階的股票 再去做切入 把你成本壓低 所以呢 這波的一個操作模式裡面 比方說 這些都是我們在LINE裡面 有跟大家說過 比方說 耗底 我們兩次操作已經賺了40塊 耗底 前面這一波先賺了20塊 後面打來右肩 我說低檔到的時候 你進場去買 這個地方再賺20塊 所以呢 這個地方兩次的操作 將近有40塊 再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藥華藥 當初在低檔的時候呢 跟你講的時候還沒有動 可是呢 你在150左右你進場去買 一個波段起來 將近會有多少 將近會有30塊 那再來呢 比方說利豐 這類型的個股 現在也大概15塊左右 那這些股票還沒有結束 籌碼穩定還沒有結束 如果你要做電子類股的話 之前我們跟各位講過亞斯康 有沒有 你仔細來看 這些股票當初在低檔的時候 我們在LINE裡面 都有跟你去做預告 我都有跟你去做預告 沒有動的時候 有低點 我說你趕快去買 把握最後的進場機會 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跟你說 瘦鏈三角形的末端 他是最佳的買點 結果呢 亞斯康第一檔買進之後 一個波段起來 這一段的格局裡面 你在41塊半兩次的低接 拉高之後出金有36%多 有沒有 那6497的亞斯康 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你會發現到 你低檔有買高檔有賣 現在押回了 當押回的時候呢 我認為低檔又到了 低檔又到了 因為他目前的籌碼沒有亂掉 反而有些個股 你去掌握他的一個高低一點 區間的操作 反而你能夠賺的比較多 再舉個例子來說 亞斯康你錯失的 沒有關係 當時在低檔的時候 2月7號封關之前 我跟你講下一檔亞斯康 下一檔亞斯康 那這檔個股是哪一檔 我們直接來看 這檔個股就是新普羅 有沒有 低檔買完 拉高的時候 我們就去賣掉 先賺他25% 有買有賣 那如果你這些個股 你都錯失的話 注意一下 後面另外一檔的個股 即將要發動 上禮拜跟你講說 收斂三角形末端 下一檔的亞斯康 下一檔的新普羅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 現在已經準備要過前高了 當他一過前高 他準備去走主身段 所以有低檔的時候 你先把你的成本壓低 如果說這些個股 你都沒有辦法去掌握低檔 或者是高檔去做賣出的話 投資朋友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春大優惠 只要一折 我要讓你旺旺旺 因為下一檔的亞斯康 新普羅本週要開始登場 所以你想要去掌握一個 波段的操作 有買有賣 買低點賣高點的操作模式 歡迎你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謝謝各位 本投物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